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当台湾的房市非常的火热 连二线城市呢,都跟着涨翻天 那在日本的偏乡一栋栋的房子发人问津 甚至出现呢,在网路上有一日圆别墅求售的现象 那已经变成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到底这些烫手商业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一起来看看吧 日本的空污问题呢,最主要是因为高龄化、小紫化越来越严重 而且年长者呢,又因为无法自行照护,要搬到养老院 加上年轻人又往城市集中 因此呢,全日本统计下来,已经有超过800万户的空污闲置 预估呢,在十年后,全日本会有超过2000万户的空污 那这些空污的污矿呢,优劣不一 很多空污还容易造成自安死角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论是官方的空污银行 或者是民街的空污gateway的防众网站都推出了解决方案 在空污gateway网站里代售的物件呢,从100到100万日元都有 一间位在磁城县的木屋 土地面积大概有3000平 室内面积也有300平 而这栋房子已经180岁了 从加户时代就有 如果在台湾的话,早就被列为古迹了 房子的整体屋况还是维持的不错 最大的卖点是浴室直接对接温泉的泉源 一年四季都可以泡到真正的温泉 而这间古色古香的木屋 连同屋主最爱的躺椅及家具 只要100万日元就可以买到 如果加上种种的行政规费 总价也不会超过150万日元 经营这个网站的创办人也说 这些物件的屋主有些年事已高 无力管理这些闲置的空屋 而且面对COVID的疫情影响 交通网法对他们来说负担也是很重的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也喜欢这样房屋的新屋主 可以继续使用这栋房子 不要把房子拆掉 这对他们来说是最期待的事情 而其他的二手房众网站呢 大多都是以银法族的客人为主 那Gateway这个网站 几乎是20到40岁的年轻人会来看的 眼看疫情一年半再也很难平息 许多住在东京的这些夫妻呢 会选择用相对便宜的价格来买进这些空屋 万一疫情严重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郊外的病难场所 其实呢真的很难想象 当台湾呢把房子当作是资产 跟在后面跑的时候 日本呢却很想把这些房子都赶快处理掉 那也有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日本在空间活化上面的创意 总是领先非常的多 那台湾其实也可以真的借进日本的经验 因为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就是 房价下跌的理由 但是因为人口负成长也是台湾不争的事实嘛 而且随着人口高龄化 还有未来可能更多不一样的人 外移人口移入 那空间呢要因应着这些改变去做调整 也是我们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到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